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实际上是高速编译器 也就是我们不是写了原程序吗 我们最后要编译连接运行 对不对 那么我们编译器要编译的时候 高速编译器怎么工作的 那些指令 就是微指令 那么最后在生存的目标程序里面 是找不到它的影子的 是没有它的影子的 被处理掉了 是吧 所以和机器指令有差别 机器指令是成为运行的时候 比如运行到哪个地方 然后把它指令取过来 解码 移码 自行 那机器指令 微指令它不是 微指令汇编完了就完了 那么微指令有哪些呢 有处理器选择微指令 处理器就是我们CPU 我们CPU选哪一个 然后数据定义微指令 我们已经讲了 符号定义微指令 这个也讲了 然后还有断定义 我们用了很多 但是这个地方还要再讲一下 我们第四章会讲过程定义 这就是我们的指程序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什么循环函数调用 什么地规函数调用 都是这一块 过程定义 这个模块 多模块 我们知道我们建议工程 我们有很多个程序 可以放到一起的 形成一个工程 汇编里面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红定义 红定义也是第五章里面讲的 这个条件汇编 这都非常有用 都非常有用 我们也许现在用的很少 但是我长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 是吧 非常有用的 处理器显在尾指令 实际上你看 就是高速互编程序 就是我们的 现在用的叫做MASM 你准备支持哪一种CPU 是吧 那么不同的CPU 它的指令系统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是80x86 是吧 也就是8086一个系列过来的 它还有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所以它出了这个名字 我们写的时候 就点386就完了 是吧 点386完了 注意啊 这个书上列的指令 有些指令 如果你照抄 你点386后面去敲 它会有些指令 会报错的 因为它不是386 也就是说 发展到 推出80386这个CPU的时候 所能支持的 它有的是486 有的甚至是586以后 才支持的指令 所以大家了解就行了 因为我们汇编语员 没有专注考这个指令 所以说 如果你这样的话 要查那个大权 我原来有一本 那个英特尔指令大权 那么厚的一本书 很厚的一本书 就像那参考书一样的 它有些拿下指令 是吧 那我们就看参考书 这个不是我们上课 要弄的事情 那我们就是选 点386就完了 点386完了 然后处理器 这个位置里 一般就是成绩的最开头 一开出来就点386 如果没有选的话 实际上是点8086 我们有些同学说 我的EUX怎么不认得呀 EUX怎么不认得 成绩里面编译报错呀 实际上因为你没有点386 你默认了 什么也没点 是吧 就是8086 8086当然就没有EUX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MASM也在不停地发展 是吧 你看我们说用了6.0 什么多少 还有6.11 我们后面要用的 它也在不停地发展 它不同的版本 它所支持的这个指令系统 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有这个概念 数据定义为指令 这个大家都 我们前面讲过 讲表达式 讲表达式 数字表达式 地址表达式 有讲过 为什么它是说它是维子令呢 你看看 它所有的那些符号 在生成的结果里面 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全部被代换掉了 是吧 被代换成它的地址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维子令 你看 反正我是有些地址 这是数字化的地址 或者什么样的地址 前面的我们的变量名字 是一种符号化的地址 是不是 那么这个前面的变量名 打了一个方括号 表什么意思 这是巴克斯范式的一种约定 这个方括号里面是可以缺审的 也就是可以不出现的 我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什么地方 我们对战断定义 我们Stack Segment 是吧 我们后面就是地址 就是200个丢不零 我们有没有在地址前面 加什么东西 没有 没有名字 所以说 这个方括号里面的东西 是可省略的 可省的 可以不出现 也就是说我留一片空间 留200个字节 我这片空间 我给它加什么名字的 我不用给它加名字 那好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数据定义 为止能用哪些 DB DW DD 至少这前三个肯定是要记住的 DF DQ DT 是吧 表达斯呢 表达斯我们说有五种形式 第一种是什么 数字表达斯 对吧 就是这个数字 第二种呢 字符串 还有 还有地质表达斯 问号 重复指句 那么 这些 这些表达斯 跟在这些后面 分别是怎么乘放的 大家一定是要搞清楚的 是吧 你比较一个数字表达斯 跟在DB后面 这个表达斯肯定是 一个表达斯 占一个字节 是吧 跟在DW后 一个表达斯要占两个字节 这个DBDW就决定了 每一项 占多少个字节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变量第一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类似斯一图 一定会画 符号第一 符号第一 那么这个符号名 是不能省的 然后EQ EQ等于 是吧 后面是个表达斯 实际上是 这是同一词 这个名字啊 符号名啊 和后面的表达斯 是一个同一词 那么在下面 遇到了这个符号名的时候 都被替换成 后面的这个表达斯 这个是在象名 这个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符号名 因为成语下面 肯定还会用到这个符号名 这个崩坑的这个符号名 都被替换成后面的这个表达斯 就完了 就是等价的名字 符号名是不能省的 变量但是可以省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差别 就是变量是要占 成图空间的 而符号是不占成图空间的 因为它被变异的是被带换掉了 就带换成后面那个表达斯了 它不占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变量 我们说有三个属性 一个是什么 断 偏移 类型 符号 没有这三个属性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断定义 断定义前面是断名字 然后segment segment 如果你这个segment 敲错了 会引起大堆错误 后面还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使用类型 定位方式 组合方式 类别 当然中间就是断了体了 后面是断名 按字 那么我们前面用的 比如说用了一个使用类型 使用类型 这个是我们前面来讲的 使用类型是什么 又是16 我们点386后面 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data segment 后面就又是16 就是使用类型 就16位段 但后面还可以32位段 又是32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 大家就照用就行了 点386 又是16 就是16位段 前面的 假定位置令 而使用 它实际上是建立了段计程器 和前面定义的段的一个联系 是吧 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为什么要建立联系呢 大家看看 假设我现在编译这个语句 你这是汇编员程序 汇编员程序 我们一样要编译 生成这个目标程序 生成机器码 是吧 那么生成的时候 大家看看 我这个翻译要需要些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buff 是个变量 我要翻什么东西呢 当然我肯定要知道 它在什么段里面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它对应成一个d子 那么d子就要知道段 偏移 这是要知道的 那么我们对应哪个段计程器呢 你说偏移一个buff 定在哪个段里面 对的段里面 是那个段里面 哪个段里面 有个段名字 是吧 你可以好 我可以把它找到了 偏移你也可以慢慢锁 把它锁出来了 但它的段计程器用哪一个呢 这就相当于直接行止 对不对 直接行止 直接行止的时候 应该有知道段 以及段类偏移 那么是哪个段 所以我们这个sium的作用 就是高速变异器 OK 你这个buff 所在段是哪个段 然后应该是用到哪个段计程器 sium 就这个 是变异器 但是 大家要记住 这个做了 绝对不等于 把这个相应的段的段子 已经送给了段计程器 没有 没有把这个段的值 送给段计程器 你看看 我们有 假设我们第一个 有a段 b段 c段 d段 是不是 你看看 我们cs 这个cs这个段计程器 和1段 坚定联系 和1段坚定联系 你看 b段和ss坚定联系 这都可以随便 因为段的名字 它是可以随意取的 是不是 随意取的 所以说你看 如果说我们用a的话 a这个变量 在a段里面 和ds的名义 那我应该是 看到下面如果说有a的话 我知道 应该是用的 这个ds这个段 但是这个段值呢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个编译器用的 编译的时候 并没有确定 这个段计程器的值 实际上也确定不了 只有什么时候 才能确定呢 只有成型运行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在多次窗口下 我打了个文件名字 执行程序名字 或者双击 只有这个时候 才开始运行 这个时候 才跟这个执行程序 分配空间 就是分配到内层的 具体什么位置 它是个否动的 它不能是定时的 知道吧 假如说 我说我给你分配到 这个所有的东西 给你分配到 比如说 从物理电子 从比如说 一千地方开始 那假如说 我这个前面 应用了别的程序 一千已经用了 那怎么办呢 那难道你死等着吗 就是显然不对 所以断计程器的值 只有在运行的时候 才能定 这个大家记住这两点就行了 记住这两点 那么根子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来了 什么时候 将这个断的手指 直入相应的断计程器呢 怎么值呢 目标程序应用的时候 才真的直直 对于这个CS SS 对于断论 我们没有再另外写语句 没有写语句 它是自动设置的 也就是说 超速系统 运行这个程序 调到这个程序 把调到什么 内存的什么位置 那么这个代码段的位置 它就直接给这个CS了 对阵段的这个站顶 对阵段的这个 段的开始 手指就直接给SS了 自动设置 那么DS和ES 它也有值 也有值 大家注意 这个DS的值 是有值的 这个值也不是随机的 是一个有意义的值 但是 它并不是我们 实际代码段的开头 也就是说 我们同学做实验的时候 也有很多同学做 我最后找不到我的位置 找不到位置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 代码段的开头的位置 真的付给这个DS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is page 非常重要 你找到位置 为什么 这里面有几点 那我们要有程序 把它送 程序指令 我们书上例子 有哪个指令呢 MuAX什么Data MuDSAX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写的指令 写的指令 那我刚才的问题 在程序取冲的时候 DS的值 到底是多少呢 它是什么呢 给爱好者提示 大家去查这个资料 大家去查这个资料 叫做程序断权罪 操作系统 大家印象的话 学操作系统 叫做程序控制块 进程控制块 PSP Program Segment Prefix 在程序印象的时候 它会申请256个字节的空间 也就是100H 也就是100H 个字节的空间 这个空间 是什么呢 是什么用的呢 就是叫做程序段 前缀 是这个程序 我操作系统的一个接口 操作系统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 也在操作系统里面讲 叫做进程控制块 进程控制块 那么它这个DS 指向了什么位置 指向了这个程序段 前缀的开头 那么这个程序段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运营程序 操作系统肯定分配空间 它在哪个分配呢 它比如说它内层的最低端 反正微用的 用了它肯定会做记载 没用的地方 它就跟它分配空间 那么首先就有个PSP 100H个字节过来 过来之后 然后再才是你的程序的 各个段的位置 这是给大家的 大家去查 那个里面的信息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来 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看 告诉大家怎么看 我记得上一次好像 好像也做了一个例子了 是吧 CMD 比如说我们C306要接 大家记得开 我们看看这个原程序 C306要接 对 这个 对 你看看 我们刚开始来的是data1 是不是 我们这里面定了两个变量 我们两个变量 我们这个程序 当然附在这个地方 附了值的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这个ds的值 戳值是多少 1361 1361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ds看到的就是 我刚才讲的这个psp的开头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内容是psp里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真的data段是多少呢 psp我这样说的 是多少个字节 256 就是100h个字节 那么这个100h过了之后 应该就是我们data1的段的 开头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这个data1段应该是多少 100 是实际的 我们还要用 我们知道物理地址被16整出 是吧 除以后面的一个10 除以10h 把它除掉 是加10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的ds是1361 实际上呢 我们data段是1371 数据段在1371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就不是的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psp psp 那我假如说我没有这个语句 我能不能知道我们的data呢 实际上有一个方法可以看的 假如说我没写这个语句 我也可以看 就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勾处 多少啊 1371 然后 然后 0 是吧 是一个字 负5连曲 我们知道负5连曲应该是ffb0 是不是 b的反 5的反是10嘛 还要加1 因为f加1要敬位的 所以说是ffb0 后面呢 是ff的这个东西 这是个双字 后面是它的这个阿斯克马 123567的阿斯克马 双字跟四个字节 所以说这四个字节 这是段 偏移 然后是313233335 看到没有 我没用段 我没用段 我一样把这个位置找到了 刚才有个李同学 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段怎么看 你现在会看到没有 那个李同学 你现在会看到没有 现在会看到吗 你看我没用ds的值 没用ds 我直接用了段值 1371 冒号0 我直接用 可以用的 当然 我们直接用ds0 刚才这个关系 大家一样可以找得到 go2 ds0 我们往下翻 要翻多少个 要翻多少个 大家看到没有 ds 偏移多少 到这个地方 多少 偏移 100 是不是 对不对 ds 偏移100 前面正好就是 100H个字节 是吧 这都是H字的 然后就开始了B0FF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要搞清楚的话 它无处藏身 病毒啊 什么乱七八糟 他们到处躲 是不是 他们躲在哪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去抓住它 因为我们计算机 这个物质世界 不是一个什么虚的 虚幻的世界 虚幻世界根本就是 虚无缥缈的 不知道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 CPU是很实在的 对不对 它最实在 最实在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同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ds完了之后 有两个段 我们还有什么 这个SS在什么地方 CS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都是紧挨折的 紧挨折的 都可以算出来的 都可以算出来 所以当然我们一般的成员 我们不用费那么的劲 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写两个语句 Move AX Data 这个送过来 做了之后 这个如果是你要执行的话 你就按F8 是吧 F8 F8 这个时候ds已经变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把 勾住 ds0 OK 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ds就是那个137R了 就引变过来了 所以这就是怎么看 这就是你的内存的四一图 这个是不是 那个Data段的四一图 是不是跟你的预想一致 最后就可以验证 你不要 以后我注意到 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位置 现在就可以把位置找到了 这个例子实际上讲过的 讲过的 这个第一个值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PSP的值 所以说我们这个上 还是为了强调两点 要访问一个变量 在编硬的时候 要和断寄生器间的联系 在实际做的时候 要把这个段子 送到相应的断寄生器 就是强调这两点 这两点是相互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是供编音器怎么翻译 一个是供运营的时候 能够正确计算 这个D值 因为你DS必须指到我那个位置去 否则不是我那个值 那怎么算得对呢 这个答案还可以有更多的例子 我不再讲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办法 你看我们讲C语言程序 我从来还没有什么CSDS 我管它 对不对 挺好的 有没有办法 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告诉大家的结论 实际上告诉大家肯定是有 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的一种相当于语言 是吧 我们这就变成了许诗汇编语言了 这个实际上不是许诗汇编语言 已经别语 现在已经支持了 并且我们还在后面我们会用到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汇编课堂上 我们会讲到的 就已经有了 那么大家想一看 提前想一想 我要是假设我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尽量用户少许程序 是吧 少许代码 少搞错误 那怎么弄呢 那继续怎么弄呢 我们的语言系统怎么定义 就可以了呢 有没有可能有个招数 其实我们现在你看 我们一程序开头 我们就写什么mo 什么ax 什么data mo dsax 写了这样两句 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自己做 给大家思考 是吧 我们不讨论 让大家思考 我想这个层次 学习有几个层次 一个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跟它做解释 是吧 我们解读 是吧 解读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 还同样可以有创新 说这个地方做 这样做 有什么问题呢 存在什么样的麻烦呢 你看看 我们从机器语言开始 编程 编程 编程麻烦 搞会编 会编觉得编程麻烦 搞C语言 对不对 C语言难道就不麻烦吗 我们你看 我们这种什么C++ 什么点那条 乱七八糟 我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要生成一个程序 very very easy 是吧 我就清点几下 一个很大的程序 已经生成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进步 那同样的 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去想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们哪些是可以把它代换掉的 哪些是本质的 是核心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当然如果说 要提前自学的话 想看一看的话 在这个 第六章 第六章 讲瘟一三二的时候 有个简化段定义 但是我要在这里声明的 这个简化段定义 并不是瘟一三二支持的 很早很早以前 就是我们这个多数的这个东西 就支持了 就支持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但是它生成的机器码 是什么东西 你看它怎么弄的 约什么的约定 我们可以去考虑 这个钱啊 它有时候是拦到很多人的 是吧 很拦到很多人 这个看到这个钱怎么办 这个多了 有个同学是被它拦住了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样被它拦住了 那么我们下面介绍这个 质汇编地质技术器 那么汇编地质技术器 是什么呢 是一个多了 是个多了 是个美元幅 是吧 还不是人民币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解读 我们这个程序 是怎么编译的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 那么在开始翻译一个乘域的时候 每一的一个新的段 一个新的segment 是吧 开始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汇编地质技术器 就是多了 这是零 就是戳子是零 对不对 当然你比如说在数据 数据段 这个数据定义位置定 你定一个变量 那么肯定要跟它分配一个空间 是吧 假如说你是在代码段 那么你每条指令 也会占 称之空间 一个指令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指令三个字节 几个字节 它要不要占称之空间呢 当然要啊 你得有地方 把这个指令代码放下来啊 对不对 所以说每分配一个空间 不管什么段 都一样 每分配一个相应的单元 那么这个地质技术器 都要累加上其他 这个分配的长度 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 那么多字的值 你比如说我现在 从头开始处理处理 处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多字的值 就是什么 当前正在被翻译的 那个语句的地质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前面每分配一个单元 加一 每分配一个字节都加一 那翻译到我这的时候 是吧 那就前面占了多少个字 多了的值 是不是就是他当天的地质啊 是的啊 但是他是否动的 他不是个死的 他不停地变 他在不停地变 我们在代码段里面有标号 我们有Jump 我们接这 接谁之类的 是吧 这些标号 转移到什么地方 这个标号 实际上就是某个子能的地质啊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地质呢 我们用了这个翻译的时候 有这个多了 当然变量也一样 变量也一样 这个多了啊 同样是可以出现在 表达式中间 但是它和那个代引号的多了 代引号的多了 是不同的 代引号的多了是什么 是字符 那个字符 它的阿斯克码是多少啊 是R4H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实践 我们来实践 我们就把这个汇变地质 就是现在实践 实践一把 也就是我现在我的脑袋 我就是编译器了 我就是MASM了 看看我来怎么翻译 我来怎么翻译这一段代码 一段这个数据定义为这里 那我刚开始一来 多了 是吧 一个荷包 这怎么装钱的荷包 已经准备好了 里面的值多少啊 0遇到一个段 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 遇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的演示很快啊 我这个上面还费了好大的劲 这个做了些箭头 你们看看我的这个PPT 请大家看看PPT 不光是眼睛不看 耳朵也不听 我的箭头已经指向了第一个单元 那么好了 八复一的位置就定了 是吧 就是当前多的值嘛 就是零 现在分配 good 是吧 分配了一个字节 这是G拉斯克嘛 我就直接写G引号 直接这样写 可以的 O O 是不是 D 这个时候你看看多了已经加了多少了 分配一个加一个 多少已经加了多少 023已经加到4了 是不是 所以说多了 实际上只向 这个开头又是4 这个时候又是1 2 这个时候多了是多少 6 没有 前面已经6个字节了 现在是X八复二减八复一 那么这个箭是多少呢 这个X里面内容是多少 是多少 4 是4 非常重要的 两个地质 相减 实际上是这两个单元之间的 长度 距离 是不是 距离 这个类型有时候会转换的 再转换成一个数字 不再是一个 不再是一个地质 这跟我们日期有点相像 我们要讲数据 或讲什么东西 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什么 有日期类型 比如说今天是5月10号 公元2011年5月10号 那么减去 公元2011年5月9号 等于多少呢 当然我们还有 比如8点10分 减去公元 这个也是8点10分 减多少 减去等于20小时 这个20小时不再是日期了 是一个叫做时间间隔类型 类型已经换了 知道吧 间隔多少天 它不再说是日期 日期就年日 你还有年日吗 两个减了之后有年日吗 没有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叫做时间间隔 同样的 这个要让其他的 这是个表达式 要取他的偏移地质 88的偏移地质多少呢 当然是4 减去这个8分 8分1的偏移地质 0 当然减去是4 这减去它对一个数字场量 对一个数字表达式 而不再是一个地质表达式 所以ax的值是多少啊 零零四 这还要高位高质解 低位低质解 这边放 这个时候多了 变成多少了 变成8 那么 那么 现在我要考大家一下 这个y里面内容是多少 y里面内容是多少 z里面内容又是多少 x是006 怎么呢 s是0008 那y里面是多少呢 2 对 是2 那么这里面的值多少呢 这里面值是多少 4 4 你看啊 都是一样的 这个多了是个浮动的 因为它在处理这个语句的时候 处理这个语句的时候 这个多了的值 大概要分别它的空间的时候 这个y是08 是不是啊 8 减去这个多了 减去x 当然是2 对不对 这个中间占了多少个空间呢 占了一个字 然后再往下走 这个时候多了已经变成多少了 变成10了 对不对 因为多了是浮动 它10再减x 大家看这个两个地质相减 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假设我们给一个串 定长第一个串 db后面画 一大串 后面我们就比如说要循环 我们要对这个每个字符都要怎么处理 那我们要不要求这个串的长度啊 要求这个串的长度啊 我们当然有很多方法了 其中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定义一个符号长量 比如呢 等于 等于什么 多了 减去前面的那个定义的变量名字 就是它的长度 看见没有 实际上非常非常简单 你多了是怎么弄的 多了就是浮动的嘛 是不是 每分辨个字节就加一 每分辨个字节加一 多了分辨到当今的时候 你比如说一 假如说就只有一个字符 是不是 就零加一 那就一减零就是一 就是一 就是长度 所以看看这个特殊情况 看看有些特殊情况 你马上就知道 它是什么样子 但是要跟着写啊 你不要过了半天 哎呦 想起来了 还没有算这个长度 前面的定义的八复一 我后面在这个 到了半夜时候写一个 多了减八复一 那不是八复一 后面的 那是从八复一到 到目前里写这个位置的长度 是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db后面 直接那一行的 那个串的 所占的字节数 直后面地质器 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 后面地质计数器 已经讲清楚了 那么直 设置 后面地质计数器 还有个指令 叫做ORG ORG指令 数字表达4 也就是说干什么呢 把多了的值 设成这个表达式的值 是不是 看看这个例子 前面我们八复一 有一个 Y 多了减八复一 当然这个长度就是4 是吧 ORG 多了加6 那么再就是八复二 那我得问的问题 八复二的 偏移机子 是多少呢 八复二的 偏移机子是多少 多少 多少 多少啊 12 12 00C 八复二的地址是000C 清楚了没有 第一个占了几个之间 八复一占了几个之间 四个 也就是说0123 是不是 四个就0123 四个 后面呢 这占几个 两个 四 五六 对不对 所以六个 六个 也就是说到处理这个的时候 多了应该是几啊 六 对不对 应该是六 01235 一共是六个字节 所以说是六 六 然后加六 然后把这个值送给谁啊 多了 六加六 当然是12 就00C 所以说八复二的地址是0C 然后再开始了 这个大家看 它也可以空空空间出来 是不是 空空间 这个我们要讲 不是讲com文件的话 甚至com文件 一个段 把代码数据放到一个段 讲com结构 我们经常也能多是其中的 有com文件 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这个欧巴哈基斯指令 end 结束 结束 那么遇到该语的时候 汇编程序 也就是我们的MASM 就不再工作了 停止工作 不再往下编了 休息 end了嘛 都end了 你想干还干什么呢 那么后面有个表达 是什么意思 这个如果有这个表达 实际上就指明了 我第一条被指令 被执行指令的位置 是吧 我们end star end begin 看多矛盾呢 又是end 结束 又是begin 又是开始 没有中指就没有起点 是不是 这挺好的 这就相当于我们生意员里面 什么 main 我们生意员固定的用main 对不对 main 当我们用后面讲简化状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固定的名字 比如叫stop stop 也可以固定的 如果没有表达 哪是呢 那不就是我不知道 它哪一行的吗 没关系 多模块成绩设计里面 可以用到 多模块成绩设计可以用到 因为我肯定 我把多个模块 也就是多个成绩块 就组成一个 不能说每个地方都是7点 都开始执行 那不行了 对不对 整个执行成一个执行成绩 应该是一个7点 但是你每个模块 编一来什么为止呢 我就加个end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小问题 就行了 end不能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后面下面的不翻译了 这个是内笔 是内容的不翻译了 是内容的不翻译了